最早今日時事眾觀美國資訊 歡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國》 我是馬英臨 下面請看詳細報導 星期四,紐約州帳訴法庭 聽取了前總統特朗普對其民事欺詐案上訴的口頭辯論 由5名法官造成的合議庭對該案的判決表現出謹慎態度 該判決要求特朗普和其他員工 賠償4.64億元外加利息 在持續一個幾小時的辯論中 法官小組質疑紐約州總檢察長占樂下 針對訴訟使用的法律是否有任何限制 該法律賦予該州廣泛權力 可以對從事反覆欺詐或非法行為 或在開展經營或交易業務時表現出持續欺詐或非法行為的企業提起訴訟 近年2月一名紐約州下級法官裁定 特朗普、特朗普集團和他的高管 在關鍵財務報表上偽造了特朗普的淨資產 以獲取稅收和保險福利 他命令被控支付總計64.64億元的罰款外加利息 其中4.54億元針對特朗普一個人 截至星期四,判決利息已超過2,470萬元 令儲罰重額超過4.89億元 在特朗普支付罰款前,這個數字將會繼續增長 特朗普的律師索爾在後頭辯論中表示 這宗案件起訴太前 數十年前的財務報表不應該成為 這宗嚴重財務儲罰的依據 蘇爾還重新作在下級法院審判中提出的論點 即是銀行希望與特朗普合作 進行他們的盡職調查 但沒有發現欺詐行為 紐約州副律師朱迪恩維爾便稱 法律賦予總監察長廣泛的自由財能權 但兩名法官打斷了他的開場白 詢問是否還有其他州政府 而這一種方式起訴同樣勞煉合夥人的例子 利利倫點對特朗普而言自關重要 如果迅速法院維持原判 這個將會對他的財富和商業帝國 造成災難性的打擊 這是他入主白宮的形象基礎 除了巨額罰款外 特朗普還被禁止在紐約任何一家公司 擔任高管職為三年 並需要任命一名獨立檢察官 來監督他的業務 今年早點的時候 特朗普交納了1.7億元的保釋金 以阻止占諾下辦公室 在上訴期間收取巨額判決罰金 隨著紐約市長阿當斯 造控腐敗的消息傳出 要求他辭職的負聲不斷加劇 他面臨的困境 亦為明年的紐約市長初選留下了懸念 而在眾多競爭者中 前紐約州州長赴文 已經向盟友發出信號 表明他準備競選市長 近三年前 赴文因為爭議和聖蘇 要指控被迫辭去州長職務 媒體報導稱 他此後多次向盟友表達競選市長的意願 他有數百萬元尚未動用的競選資金 不過賦物是否會參選仍然是一個未知數 他的一名代表回應說 你有為前州長毛伊 就是否參選制定計劃 現方星期四披露了對阿當斯的腐敗指控 他被指插劃了一項向外國捐助者 招募非法捐款的計劃 阿當斯見稱不會辭職 但他明年已經面臨著艱難的民主黨初選 要求他辭職的呼聲越來越高 在2025年的競選中 阿當斯已經有多位的民主黨挑戰者 隨著他被控 更多人可能會加入競爭 阿當斯最強力的挑戰者 包括紐約市長主計長 蘭德他已經呼籲阿當斯辭職 在阿當斯被控的消息 星期三晚爆炸之後 蘭德表示 這對紐約人來說是一個悲慘的一天 阿當斯辭職是最適合的前進道路 自至星期四 已經有數十位來自州市 和聯邦政界人士呼籲阿當斯辭職 其中很多都是民主黨人 阿當斯的挑戰者之一 前市主計長 曼克頓區主席施政格說 市長應該辭職 這樣其他領導人就可以專注於市府的業務 阿當斯在受到聯邦起訴期間 仍然可以繼續任職 州長霍職有權在他任期階門前 採取特別行動將他降落台 如果阿當斯提前結束任期 他的職位將由紐約市公共昌盜者 威廉姆斯接替 後者將會在未來三個月內安排一場 無黨派的特別選舉 前總統特朗普 星期三猛烈評擊 烏克蘭總統 薩倫斯基 沒有向俄羅斯作出讓步 這是他至今為止最強烈的暗示 表明他如果贏得美衛總統大選 將會停止支持基普 長期以來特朗普一直批評美國對烏克蘭的援助 並且經常聲稱如果他擔任總統 俄羅斯絕對不會入侵烏克蘭 他還誓言自己重返白宮將會立即結束戰爭 但他很少如此詳細地討論這場衝突 特朗普在北卡的競選活動上 用悲觀的口吻來形容烏克蘭 稱烏克蘭人紛紛死去 這個國家本身被摧毀 永遠無法復原 他說你永遠無法取代那些城市和成真 你永遠無法取代死去的人 那麼多死去的人 如果我們做了一個租高的交易 結果會好得多 他們烏克蘭會需要放棄一些 所有人都能夠活下去 他同時威脅要削減美國對基普的援助 並且表示不會派美國軍隊去烏克蘭附死 演講期間 特朗普還指責習倫斯基對他進行惡意誹謗 特朗普的一名競選官員證實 目前正在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的習倫斯基 不太可能在未來幾天與特朗普會面 特朗普沒有描述惡意誹謗的具體內容 但他所指的似乎是習倫斯基日前 接受雜誌紐約採訪時的言論 他對特朗普所聲稱的能立即結束戰爭 表示懷疑 朗普還表示 特朗普的競選搭檔曼斯過於激進 他表達出來的立場似乎是烏克蘭必須做出犧牲 才能結束與俄羅斯的戰爭 此外 朗普參觀賓州的一間軍工廠 也激怒了特朗普陣營 賓州是11月大選中一個關鍵搖擺州 這個為何錦麗的競選活動帶來了提振 在下星期副總統辯論前 一項最新的民調顯示 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華爾茲的支持率 高於共和黨候選人曼斯 根據李聯社NORC公共事務研究中心的調查 57%的登記選民對曼斯持負面提法 到8月份的48%上升顯著 只有27%的選民對曼斯持正面提法 相比之下42%的選民對曼爾茲有正面評價 32%持負面看法 兩位副總統候選人將於下星期二 在紐約參加由CBS主辦的辯論 根據目前的情況 這將會是兩人首次而為一次公開辯論 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展示自己政見的機會 調查還顯示 隨著選民逐漸了解曼斯 他的受歡迎程度只是持續下降 相反華爾茲的人氣正在逐漸上升 另一方面 21%的受訪者表示對曼斯了解不多 因此沒有明確的看法 25%的受訪者對華爾茲持相同看法 另一項民調在9月12日至16日進行 採訪了1771名登記選民 不差幅度為3.4% 星期四上午 海倫增強為二級预風 預計將會是星期四晚或星期五凌晨 增陸佛羅州的大本德沿岸 國家预風中心警告說 海倫可能會為佛州墨西哥灣沿岸部分地區 帶來災難性強風和危急症命的風暴潮 居民應該要儘快做好保護生命和財產安全的準備工作 雖然海倫星期四才會登陸 由於整個風暴系統異常龐大 南部地區普遍迎來強干雨 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指出 海倫從中心到風牆外圍有275英里 內陸的阿巴拉契亞山脈將會感受到海倫的影響 最近的干雨將會令一些地區更容易遭受危險的洪災 幾乎整個佛州都處於某種熱帶天氣的警暴之下 熱帶風暴警暴向內陸延伸至數百英里 甚至遠自喬治亞洲和卡羅來納的一些地區 包括亞特蘭大 截至美東時間下午兩點半 海倫已經升級為山級颶風 最大的持續風速為每小時120英里 位於坦白西南170英里處 以每小時16英里的速度向東北方向移動 預計星期四登陸時 海倫的最大持續風速將達到130至156英里 成為主要巨峰 這就是三級或以上的巨峰 這意味著房屋可能會遭受到嚴重破壞 大多數樹木將會被截斷或連根拔起 電線桿將會被吹倒 大部分地區將會在幾個星期或幾個月內無法居住 官方預測和警告將海倫可能的影響描述為災難性的 危及生命的和無法生存的 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在一份行見的新聞稿中 警告公眾 颱風海倫將帶來災難性危及生命的內陸洪災 甚至在登陸後很長時間都是這樣 新聞稿稱 海倫帶來的洪災降雨和強風 將不單限於墨西哥灣原案 內陸數百英里範圍 預計亦會受影響 星期四開始 在即將到來的呼吸道病毒季節前 美國人可以再次向聯邦政府訂購免費的 居家新冠檢測制合 自2022年1月啟動以來 拜登政府已通過該項目 向家庭免費發放六輪新冠檢測 為民眾提供超過18億份市制合 白宮去年秋天重啟了該項目 但在此後因為保證庫存而暫停 現在通過登陸covidtest.gov 家庭可以免費領取四份新冠居家 檢測試制盒 從9月30日開始 USPS將會免費將你的試制盒寄出 衛生部表示 你的非處方試制盒可以 檢測當前的新冠便中 可以使用到年底 雖然一些檢測的包裝盒上 可能顯示過期的日期 但食品和藥物管理局表示 它們已經延長了一些使用日期 你的日期可以在它的網站上找到 衛生部重新開放該項目之際 預計新冠和其他呼吸導致病病例 將出現年度跡增 目前Omicron變種一個分支KP.3.1.1 是在美國佔主導的病毒株 佔所有病例的52.7% 除了發放免費的檢測試制合之外 政府為竭製病毒傳播而採取的其他措施 包括重新開展疫苗接種計劃 據聞被鼓勵接種最新新冠加強劑 為秋冬季呼吸導病毒感染規節做好準備 美國第二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 環比增長3% 在聯儲設定的高利率環境下 經濟表現亮眼 商務部星期四報告稱 受強勁的消費者支出和商業投資推動 美國經濟從4月到6月以健康3%的年增長 維持之前的估計不變 第一季度的年增率為1.6% 作為經濟的主要推動力 消費者支出上季度增長2.8% 率低於之前估計的2.9% 商業投資亦表現穩健 上季度商業投資以強勁的8.3%的年率增長 其中設備投資增長9.8% 在樂觀的經濟數據公佈後 股市在漲跌戶現重後 重新企運的根 截至美東時間上50點 標普500指數上漲0.5% 美光科技領長 納斯特克綜合指數上漲0.92% 都瓶斯工業平均指數上漲1.880點 漲幅0.6% 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 美國經濟在過去兩年表現出非凡的印星 聯儲會為了應對40年來最嚴重的通脹 而進行了11次加息 至2022年年中達到9.1%的封值以來 以消費者價格指數衡量的年度通脹率 已跌至2.5% 接近聯儲會設定2%的目標 儘管借貸利率表升 但經濟仍然增長 僱主也繼續招聘 不過就業市場最近幾個月顯示出疲遠的跡象 6月至8月 美國僱主平均每個月只增加11.6萬工作崗位 這是自2020年年終新冠疫情導致經濟陷入 貪緩以來最低3個月的平均值 失業率已從半世紀以來最低的3.4%上升 去年4.2% 但仍然相對較低 上個月隨著通脹的穩步方緩 以及出現越來越多就業市場疲遠的證據 聯儲會採取極盡措施 將基準利率大幅下降了半個百分點 理解該機構4年多來仇次降息 反映出在通脹基本得到抑制的情況下 聯儲將重點轉向支撐就業市場 星期四公佈的其他經濟數據 亦緩解了人們對聯儲會 是否會因為經濟疲遠而加持的擔憂 每個星期申請失業救濟人數下降 幅度大於預期 表明就業市場穩定 8月內用品訂單和上月持平 豪於經濟學家的預測 根據密歇根大學初步數據 本月消費者信心連續第三個月上升 更樂觀的預計是由汽車、架電、 架具和其他來用品的更優惠價格的推動 儘管聯儲會已認為通脹已經基本得到控制 但許多美國人仍然對食品雜貨、 汽油、房租和其他必需品的價格 仍然高企感到不滿 前總統特朗普指責拜登何錦麗政府引發通脹飆升 副總統何錦麗指責特朗普所承諾的 對所有出口產品徵收關稅 將進一步提高消費者的價格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全部內容 感謝收聽和觀看 同時記得訂閱美國中文廣播電視及TV頻道 我們更多的精彩內容和最新消息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感谢观看